是 卢川不过是笔误错写 侯爷您大人有大量 放他一马 记服记得 你 是哪位呀 冬月 冬月 你就是那个占卜七月飞雪 名震京都的冬月 来啊 把冬月卢川一起押入大牢 冬月 快去给三皇子传消息 走 放开 放开 给三皇子送消息 快 快去 侯爷息怒 读文章要读全套 京都大汗流民四起 皇帝镇压流民 才导致前朝人心涣散 才由我本朝盛世 可见望川楼主 此言是想警示世人 一定要感恩我朝天子 可是他的言辞之间触犯了忌讳 这京都杂谈在百姓之中威妄其高 若是因为他在书中赞誉圣恩 而被问罪 那此话传到陛下耳中 侯爷可不是那么好过啊 那这 比悟之罪就不理了吗 理 必须要理 错几个字挨几下板子 瞧上大剑吗 这个冬月颇有神通 上次她预言七月飞雪 贵妃都有所耳闻 都要选个日子宣她入宫 为陛下祈福 我劝大人还是不要得罪她的好 不然等她入了宫 要是嚼你的蛇根子 算了吧 慢点 你还好吧 若非是我帮你脱困 你现在的下场跟她一样 难道连个蟹子都没有吗 有啊 一定要蟹 蟹夫大人出手相助 没想到 然后再走 三殿下 真是难得见到三殿下一面 当年命你离宫的时候 我曾说过 以后还是不要相见的好 你也曾说过 对皇位不感兴趣 只以你尊崇掌右尊卑的道理 可如今 你竟让他大哥已辞世多年 原本太子之位 是该落到你的头上 可是你却这般矜持 躲在御风阁里 吟试作对 自古从来都不缺 想当皇帝的人 我只是想做我自己 能为天下百姓尽一份力 就可以了 倒是像你这般急功近利 不择手段 小心自会前程 这玉牌可别再丢了 不然 我会让你在这太史局 待不下去 别忘了 别忘了 你是我的人 你的名字 也是我给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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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